原标题 日本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打敌狼狈不堪 不过在中国战场 不甘失败的日军 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玉香柜战役 打敌中国军队一溃千里 在八个月时间里 中国损失了五六十万军队 丢失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整个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社会各界和盟国 纷纷指责国民政府无能 日军已经穷途末路 为何东国军队仍然在玉香柜战役中一溃千里 诚然在玉香柜战役中 中国表现得确实非常差劲 但这并不代表国民政府无能 也不代表中国军队不行 玉香柜战役的失败原因很多 除了国民政府及中国军队自身的问题以外 和当时的大形势也有很大关系 从国际局势来看 尽管日军在太平洋被打敌 节节败退 但日军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 日军不仅在太平洋上富于顽抗 而且还在东南亚不时地进行反击 以至于美国不断要求中国向缅甸战场增兵 当时的日军仍然非常难对付 即使美军已非常头疼 直到1944年8月来特兰海战后 美军才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但即使如此 在硫黄岛和冲生等战役中 美军仍然伤亡惨重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虽然日军已经走了下坡路 但仍然不是中国能对付的 在中国战场 日军仍然掌握着主动权和绝对的优势 从日本方面来看 日本对于相贵战役非常重视 由于日本的海上航线被切断 日军急需打通路上交通线 所以制定了孤注一致的一号作战计划 日军在这次作战中投入了40多万军队 而且都是精锐 如果加上伪军 日军投入的兵力数量更大 欲相贵战役 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的规模最大的 一场战役 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 日军不惜血本 把在中国战场能用的机动兵力都用上了 而且出动了大批坦克和飞机 中国军队根本抵挡不住 以河南为例 日军投入了27、37、62、63、2110等多个师团旅团 总兵力达到15万 其中 第三战车师团配备了255辆坦克 第62师团后来打了冲绳战役 就是钢锯岭上的那只 此外 日军还出动了2700余架次的飞机 拥有绝对的制空权 在华日军几乎清朝出动 中国军队要是能打赢就怪了 从中国方面来讲 虽然中国出动了130多万军队参加作战 但不管是军队质量 还是武器装备都和日军差了一大截 经过七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军队损失非常严重 主要依靠拉撞钉补充兵员 这些撞钉大部分是老实芭蕉的农民 没上过战场也没受过训练 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只是靠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满枪热血苦撑着 同时中国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和好装备被抽调到 后方组建了远征军 派往了缅甸和印度战场 当时中国在前线的多是二流部队 根本挡不住孤注一掷的日军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 那就是个参战部队不愿意出全力 大家都知道日军使秋后都骂了蹦达不了几天 没必要和日军玩命 只要撑到二战结束 战争就胜利了 到时候就是实力的较量了 所以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各派系和各部队纷纷避战自保 消极作战 特别是贵军避战自保的 作为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本来就打不过日军 大家又都不出力 所以玉香桂的失败是必然 参考资料 玉香桂战役的研究 极其对正面战场的评价 玉香桂会战 中国近代是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玉香桂会战 玉香桂会战 玉香桂会战